本来是想说用文字函数这边来做 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文字函数 这一个范例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也许它也可以 比如一个就是客服的系统好了 它专门就是要填一些资料 它也是一样嘛 比如今天要填它的姓名 不过编号恐怕会需要自动产生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使用者自己填编号怪怪的 因为他怎么知道编号编到哪一号 而且他编错了怎么办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 直接抓这个号码加1放过来 怎么做呢 想想看 应该不难 有没有抓到最下面一个对不对 最下面那个A 加1嘛 写到它下面这个 就是那个R 上面是R减1嘛 把R减1加1放在R里面 想想看 其实 所以你们要学的就是如何把这些灵活 因为如果你想得到也做得到的话 说真的不难就一行成事 但是怎么做 我想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就是 就很很 我想之后我们再 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姓名可以填 然后他的生日 格式我想最好你可以给他一个范本 比如说你又是西元年 然后年月这样的格式 然后 但是一般血型最好给他下拉清单 因为一般血型如果让他用文字方块填 好像怪怪的 最好是下拉 因为就那么四种嘛 不可能有第五种嘛 你就A B O A B这样一个下拉清单 不过下拉清单我们还没讲到 不过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了 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呢 我们可以有个项目让他往下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让他填 这个是最多两码 有没有 这个是三码 这个是三码 所以那你可以限制他的长度 然后判断一下他填的资料 是不是在正确的范围之内 如果不是的话也是跳出来 A A A就可以做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 就是回头练习看看 无论做对做错啦 反正至少你练习过 慢慢你会越来越熟练的 OK 延伸的练习 再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练习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请你把它关闭了 刚刚的程式打开对不对 关闭在这边 里面这个叉叉 表单呢 请你先把它关闭起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又回到模组了 模组跟表单 两边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 因为一下子模组 一下又表单 然后又搞不清楚 又搞混了 所以特别注意 等一下我们撰写程式 还是在模组 所以你把模组点两下 又跳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个逻辑函数里面的end 那这个我想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刚刚if是一种逻辑 那end是两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 它的销售量跟销售金额 都要同时达成 这个业务考评才会是有反之就列 也是两种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一样是反正三阶段 第一个就是利用逻辑 逻辑里面的if 那if 里面一个格子 怎么放两个逻辑呢 那有两个方法 你用前面再插入一个end 那其他函数 或者是说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好了 我觉得好像直接打会比较快 and 前刮壶 然后第一个条件 是什么样呢 大于20 就是这边底下这个说明 第二个条件 逗点 记得哦 第二个条件 逗点 然后呢 销售金额 大于8万 后刮壶 应该懂吧 and 前刮壶 然后第一个条件 以往也许只有一个条件 但是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的话 记得就怎样 再逗点 再一个条件 再逗点 最多可以 255个条件 最多 不过应该没有人 做到那么多啦 顶多大概两三个就已经极限了吧 干嘛做那么多判断 OK 好 接下来的话 如果处的话 那就U 反之就是列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U 然后反之的话就列 这样的话很快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啦 OK 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那一样的方法啦 等一下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样 就是自己怎么样 再做两个变化 也是VBA的 这个应该 不困难的啦 只是说 刚刚if 一个条件 一个条件 那特别是end 记得加在后面 前后一样空白 然后第二个条件 然后then 一样有else 跟end if 中间就是你要判断 那程序的话 我想 我先 我跟前面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业绩 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是sub 对不对 然后呢 for i 等于2到7 先给一个回圈范围 if 哪一栏呢 b栏 销售量 d栏 是销售金额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if 这个 应该看得懂啦 越来越习惯了嘛 反正以后这样看就可以 b栏 d栏 then 这个输出到f栏 这个是u 反之就裂 这个应该没有太多 顶多就是这个东西不一样而已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所以我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个时候就输出 结果应该会一样 再来呢 就是什么 自定函数 插入一个什么 使用者自定 有一个叫业绩函数 那它会跳出两个格子 销售量 销售额 确定 向下填满 一样结果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跟它差不多啦 所以我们也快速略讲一下 这个地方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的话 一样是function 我们叫业绩函数好了 跟使用者要两个东西 销售量跟销售额 所以进来这个东西就把它摆这边 这个就摆这边 其实也可以从上面复制贴过来改 那返还给谁呢 业绩函数本身 有没有 那就优跟列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 这个是end的函数练习 也是三阶段 三阶段 那跟前面我想 蛮得一同的 顶多是多一个end end的判断 也就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的时候 它才会进到那个 它这下面的那个反之 如果其中一个不是的话 那就会跳else的那个逻辑 那个乘数